好了 那么这个案例中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用FilmFX来制作这样一个 冲出的烟雾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结果 大家看这个烟雾冲出来 很有这个体积感 并且呢 这个气势非常的足 那么这里我们没有加FluidMap 如果加了FluidMap 效果会更好一些 因为它更适合做动画 那么烟之间的投影 包括烟的这个浓暗部的感觉 大家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有 这个冲击力的 那么先来看看这个效果如何来制作 我们先将它关闭 重置一下Max 我们现在呢 创建一个FilmFX的线框 OK 创建好线框之后 调整一下透视图的角度 OK 我们从这样一个视角来观察 进入修改面板 我们来调一下线框的尺寸 那么这个线框的尺寸呢 我们让它大一些 比如说 宽度我们让它大一些 到200左右 照顾这个视图 长度呢 我们让它高一些 比如说往里延伸一些 高度再高一点 OK 然后我们来调整一下它具体的位置 然后我们来调整一下它具体的位置 然后往这边一些 OK 往下一点 好 大体就在这个位置吧 调整一下视图 现在我们来建立一个Film FX 基于这个Film FX的基本发射器 Simple SRC 我们在这个视图中 拖转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圆柱形 让它从这一侧发射 将它坐标更改 听向 OK 把它放在边上的位置 不要出了这个视图 也不要出了这个框 好 我们继续向网格显示 同时 我们需要在修改面板中 调整一下这个发射器的半径 我们让这发射器的半径大一点 同时让发射器的高度小一点 好 这个发射器就建立完毕了 下面呢 我们选择这个线框 进入修改面板 打开 Simple F1 UI 在这里 我们让SpaceV3左右 速度快一些 输出呢 我们这里需要 速度通道 然后进入模拟里面 我们只要淹 取消燃料 但是使用流体贴图 就在这里 我们看Velocity Root Mapping Smoke都加进来了 默认输出的位置在这里 我们就不做修改了 进入模拟面板 由于这个不是向上绳 让它向右来喷出来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重力的这个Vect 10两 使用旋转工具 配合角度锁定 旋转它90度 顺时针旋转 旋转好了之后 我们将它位置移动一下 好 看清楚 没问题 OK 好 那么重力呢 我们在Simulation面板中 将重力啊 我们调的稍微的这个小一点 嗯 大约给到 我们重量大一点 然后往下拖拽的力量大 比如往左拖拽力量大一些 我们再给高一些 OK 同时我们把这个浮力 浮力值呢 我们让它稍微高一点 好 稳乱值 我们让它高一点 0是没有任何稳乱的效果 烟雾呢 这个消散的强度 我们让它强一些 0.15 消散的密度 这里我们给个4 消散强度 那就是小于0.15的地方 这个烟的密度就 小于0.15的地方 烟就消失了 OK 在渲染面板中 我们取消fire 是lue smoke 好 我们将渲染面板 颜色改成白色 将烟的颜色 暗部和亮部精调节 我们将烟的暗部颜色 调一下 OK 然后将烟的暗部颜色 调一下 让它偏一个橙色 OK 好 同时将密度调高一些 我们将密度给到 大约10吧 密度强一点 打开FilmFX UI 先放在这里 把它预览面板 照明中 我们要使用灯光 所以我们创建一盏灯光 泛光灯就可以 锁视图中 创建灯光 放在摄影机的前方位置 勾选投影 倍增1.0 默认颜色白色 勾选大气投影 让这大气有一定的 这个照明和投影的效果 好 我们让这个灯光 偏一下 偏前面一点 再动一下 这大X轴 OK 然后呢 Y轴 我们大约将这个 Y轴的高度值 这样一点 Y轴 OK C轴 C轴呢 我们需要让它是正的 因为需要让它高一些 OK 好了 大体就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选择FilmFX的UI 来这个float 打开它 将灯光拾取进来 好 进入BGS-RC 拾取当前的 重力失量 拾取发射器 我们现在呢 来进行默认的模拟 这里我们将 Y的密度呢 降低一点 回到Rendering 将Y的密度先调到1 好 然后我们再来更新 大家看 这一回 一样就从这个位置 发射出来了 出来之后 很有流体往前涌的 这个感觉 好 我们等待它模拟完成 这个呢 如果我们将精度 给的越低 那么实际的精度 是越高的 效果就会越好 细节就会越多 OK 大家看一下 如果这个值 我们给它1的话 再走一遍 大家看 这次计算的速度 要比刚才慢了 但是呢 喷出烟的细节 要比刚才多 最后我们在 实际进行计算的时候 把这个烟雾的密度值 给到了0.5 现在我们先让它11 来看一下 效果如何 我们先将模拟暂停 调一下重力的这个大小 我们对动力做一个动画 首先 我们将重力值 调一下 因为对重力值做动画 可以让这个流体 上升的忽快忽慢 我们第0帧的时候 先让这个重力值 比如说为6 然后 我们把时间滑块 拨到30帧 打开自动画间点 我们将当前的这个重力值 给到9 然后 我们将时间滑块 拨到60帧 将重力值给到7 再拨到90帧 将重力值给到10 100帧 再将重力给到8 让它有一个变化 那么现在 我们在重力的轨迹试图中 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曲线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这样的运动曲线 好 现在呢 我们来对当前的效果 进行一个测试 此时再做测试 打开预览面板 放大一些 更新一下 运行计算 好 这里我们就直接先给到1 spacing为1 然后来进行模拟 看一下现在模拟的效果 我们看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 我们当前打开录屏 它现在的速度呢 是2秒钟一帧 可能越往后会越慢一些 但是我们耐心等待它完成 好 现在我们已经运算到了第60帧 我们先将当前的效果停止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渲染效果 打开渲染设置面板 单针 640乘480 我们现在给它调小一点 比如说500吧 OK 来渲染一张效果 当前效果没有任何的这个画面出现 我们回到前一阵 再来渲染 大家看 这样 这个烟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很明显 这个烟呢 它不够 这个浓度 所以呢 我们将当前的这个 rendering里面 把它的浓度值 调到10 好 将这个阴影勾选 再来进行渲染 这次我们看到照明贴图起作用 这个烟就已经出来了 大家看 这烟的细节还是很多的 那如果我们要使用了这个流体贴图的话 那么我们指定一个贴图吧 比如说 造波 打开材质编辑器 我们将这个贴图 拖拽到材质编辑器的 一个空材质球中 对它进行设置 首先团流方式 级别给到5 高值给到0.26 低值给到0.19 两个颜色进行调换 OK 再来进行渲染 这一次我们来观察一下 渲染的效果 是不是有拉丝的这种感觉 根据拉丝的效果 来调节这个noise造波的尺寸值 我们看到丝状的效果已经出来了 OK 那么 将造波值给到100 好 我们将整个场景推进一些 平移一下 不要看到发射器 再来选 那么可以在这里看到预览的效果 有很强的拉丝的感觉 大家看这个丝状的感觉就出来了 非常的好看 那么如果我们不要流体贴图的话 也可以设置这个 让它是世界方式 但这种方式对于动画来说并不特别好 我们将大小再调大一些 我们给它50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两张图呢 我们简单的进行进一下对比 我们把上一张图复制一张 再来进行渲染 看这一次的丝 应该是粗一些 这个丝会粗一些 大家看 这个丝就没有这个丝这么细了 大家看这些细节就丢掉了 但是呢 体积感会强一些 就这个我们要根据效果来调节 我们感觉刚才的效果还是好一些 我们将它调到25 如果要更细的丝的话 我们可以将这个值再降低 比如说降到15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制作完成之后 要不断的进行测试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烟出来 这个浮力还是比较小 我们可以把浮力调大 甚至可以对浮力来做动画 这样的话我们得到的效果 就更加的完美了 大家看 随着这个拉丝的感觉给的越多 这个烟雾的丝的细节就越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两张的对比 OK 尤其是我们宣一张大图的时候 这个效果看得更加明显一些 如果我们觉得浮力值太大了 我们也可以把浮力值降低 甚至可以在OBGSRC中 拾取场景中创建的阻力 让阻力值对X轴起作 OK 我们将尺寸宣大一些 我们给到900 再来进行渲染 这一次得到的细节会更加足一些 那么可以看到 Film FX的渲染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OK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等待渲染效果的完成 大家看看 只有宣出大图 这些丝状的细节 才会非常细致的显示在我们面前 我们觉得这个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场景中还加入了Velocity速度通道 通过速度通道还可以制作出让当前的这个渲染的烟雾有运动模糊的效果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效果会更好 如果有运动模糊的话会损失掉很多的细节 好大家看 这一张非常不错的效果就完美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当然这还是我们使用1得到的这个效果 如果我们使用0.5的话得到的效果会更加的细腻 效果更漂亮 而且这个上下的宽度也阻碍了我们这个效果 我们可以让上下的宽度再高一些 就是这个高度再高一些 得到的效果就更完美 那么由于我们输出了速度通道 所以在下一个教学中我们要将速度通道发挥作用 一个是讲解一下如何让它产生运动模糊 还有的话就是如何让它驱动这个粒子运动 OK 那么这一个渲染的效果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